我们拍新年了 有太阳 然后又在飘小雪花 自拍影片拍下北海道下雪美景 小攀攀笑得好开心 4月份和老公江青良搭邮轮到日本游玩 才过了半年 两个人又飞到欧洲 小攀攀搭乘商务舱 展开奥捷12天之旅 吃美食 看美景 和老公留下许多甜蜜合照 不过夫妻俩回国第三天 江青良就因为涉及农会炸带案 被拘捕 江青良目前以一千万交保 小攀攀哭诉 钱是他到处向朋友筹来的 宝岛时代村的状况并不好 还说自己长期在养病 一直在养病 但是又没有办法轻松 不过从小攀攀的脸书发现 夫妻俩10月中 搭乘商务舱到奥捷完12天 一个人的旅费大约20万 两个人至少花了40万元 4月份搭游轮到北海道也不便宜 一个人至少10万 夫妻俩就要20万 他们是那种会委屈自己 然后呢 他要让员工过更好的生活 的这种人 小攀攀私下透露 这个人人称献的董娘 其实不好做 每天要穿一只高跟鞋 巡视6000坪的厂区 整个人从头硬到脚 像是得了硬皮症 还好偶尔能出国度假 放松心情 也看得出来 江青梁心疼小攀攀 宠老婆花钱不手软 记者林志文 陈思元宏 揭秘南投 采访到